大家都在手機上有看到別人問什麼 如果看到自己也想問就按讚 因為是按照讚的數量來決定我回答的這個順序 所以這個要拉票的可以看一個方便看一下拉票 那大家都已經看到彼此的問題 這我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像剛才這個介紹的時候說的 其實我演講永詳是不危險準備到的話 所以就是從現在開始標9點的 這一轉時間裡面大概1小時40分鐘 完全是由大家來決定我要講聲 那如果剛好沒有帶手機 或者是不方便提問的話 那有辦法 一個就是請隔壁的幫你提問題 那另外一個隨時舉手或者不舉手 都可以在麥克風就交給你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即時的對話 那如果大家就是都還是用手機比較習慣的話 那就可以這樣子提問題 然後問問題如果有匿名的話 通常我們會受到比較挑戰性的問題 那如果有匿名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進一步的對話 所以這個權衡呢 是這個自己去自己去拿捏的 好 那所以我們就一開始就進入達位的階段 那裡面如果有用到一些 簡報或者是網站的話呢 我再需要簡報或者是網站 有七位朋友常常知道說 這個他家的小孩 其實有七個家庭的小孩 都還能適應台灣的中學教育 請問這個 我跟我的成長過程 可以怎樣的一個建議 台灣的中學教育 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是國二的時候 就載學了 那載學當時因為還是義務教育 所以其實是載學是要罰錢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跑去 我那時候在北正國中 就去找我校長 杜惠平校長 我就跟校長說 校長啊 現在有個東西叫做全球諮詢網 我愛問 他剛剛被發明出來 然後呢 全世界的這個研究人員 都在上面PO自己做的專案 然後呢 我只要寫一封email過去說 欸我想跟你一起研究專案啊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他剛剛比如這個email啊 都不知道我才14歲 然後就以為是這個 這個台灣的亞洲的什麼研究人員之類的 所以當然就可以很具體的 我們就可以一起開始做很多研究 很多開發的這個工作 所以呢 我覺得這樣子學到的東西 比起我在課本上面學到的東西 領先了大概十年左右 因為在產業界有新的突破 有新的科學上的突破 他要被科學界所認識 然後要進入這個教科書 然後要變成翻譯成中文 然後按照我們的課發會 我國立面議館那個時候 寫進課本 確實就是大概十年的時間 所以常常課本上面教的 跟我在網路上面 看到這些間斷的配備 真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就這樣秀給這個校長看 然後當時那個杜校長就非常的豪爽 他就說好 從現在開始 我就幫你一片教育局 所以 只要杜學來這個 我就說 你我來自己這個 現在滿好生病還是怎樣 那每次這個 段考的時候呢 你就出現 那叫排卷 然後 那就這樣子 那所以我其實 理論上學籍還是掛在那個中學 但是最後的接近兩年的時間 可以說是一天都 完全沒有去上課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就有很多的時間去創業 那時候創了一個 跟朋友創一個資訊人的公司 做的是就是網路上面 包含一些網路開賣 或者是一些即時的通訊 那是跟賀員跟學小團 這些朋友們創業 那創業的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自己的學 就是我們講 學習動機就被激起來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創業 我不會知道說 因為我還是需要知道一些 管理學的知識 如果不創業 我不會知道說 我還是需要 一點點財務上的知識 如果按照我平常 只是打電腦的話 其實這些知識對我是用不到的 但是我一創業 這些知識突然都變得很重要 那所以這個東西 就會讓我再回去學校 像我那時候住政大旁邊 所以我就去 旁聽政大可能七管系的課 可能去政大的經濟國 或者是其他部分的課 這個時候我才有學習動機 如果你一開始 就是我14歲 錯學的時候 跟我說你要去學這些東西 我其實是完全沒有動機的 所以我想這個概念是很簡單的 我們現在是 這已經變成很潮的流行語 就是所謂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說是以解決問題來學習 我想不管是任何年齡層 但是尤其是在中學的時候 現在中學的這一輩 就跟我14歲的時候這一輩一樣 他們對於同儕之間 彼此肯定的這個需要的程度 遠大於這個社會上 辦他一個什麼獎 或者是給他一個什麼市長獎 總統獎 這個我那輩的時候就已經不太在意了 現在年輕人一定不太在意 但是呢 他的線上的這個 線上遊戲上面 或者BTT 或者Dcard上面 他很在意的這些朋友 隨便跟他講一句話 他可能說難過好幾天 或者開心好幾天 所以就是說這個同儕之間的知識網路 對於這個年紀的小孩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如何去引導他 去解決一個他自己的問題 同時又能夠貢獻到這個社群 那這個工作就會變成是他學習的這個動力 就像當時我在資訊員的時候 我也只是想要解決我自己找不到 這個一些相關的這個 學術論文 或者什麼的問題 我就寫了一個搜尋引擎 但是這個東西就可以去幫忙解決 大家在用網路的時候 找不到東西的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這種自立立卡 的這種行為 我想是這個年紀的小孩 最容易去把它放大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他有某個性權 你可以試著他引導上 那這個興趣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反過來想如果他的興趣 一開始就是去創造公民公共價值 那你也可以過來問他 說那你覺得這個東西有沒有商業模式 就是說去引導他 還兼顧這兩股不同的力量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年紀的小孩特別去 願意去想的 那這個其實 是我在行政院目前的工作之一 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 那社會企業其實同樣的 在最前來在台灣也是還蠻超 那流行的一個詞 那我們現在行政院裡面 對他的定義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就是他講出來說 想要把社會帶到哪裡去 然後呢有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說他可以跟市場 透過產品或服務來互動 那然後呢他又具體解決了社會問題 也就是說他在這個做生意的過程裡面 他解決了不管是就業環境時農 隨便講教育等等的 這些我們社會上面關注的問題 他每年可能跟社會說 變過怎麼樣的時候會變得更好 那所以往社會企業有很多條路 有企業他大了 然後有賺錢了 想要進企業收個責任 然後更多的去投入這個社會企業的生態系 也有一些是大型的NPO NGO 像這些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大概20年左右的大的NPO和合作社 當然有些也是公司型態 那方能開始跟市場去產生連結 但是我們現在新一代最看到的 比較多的真的就是青年人 有些真的是才是姐20歲 但他們就很願意說 因為我創業 我就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我但是我同時也要找到 一個新的整個商業模式 那像幫我這個 解脫法的這一家那個理髮店 他在台北的六張體叫做好賢財 財是財能的財 那這家理髮店 我當時去就是看投法 然後呢幫我洗頭的那一位 這個他說他是台南到台北的 他當時這個看104的履歷 因為他是學法性設計 然後他就只看到 他套財很多 但他履歷指頭的好賢在這一家 那等於是說只有這一家 讓他有動力 這個跑去台北工作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 很合理的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說他就算是洗頭 他還是有很好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每個禮拜有這個夜市的授課 然後有考到某個證照之後 就可以很快的生設計師 甚至可以自己展店之外 然後他這個社會企業 他有另外一個社會使命 就是他會定期的去幫這個社區裡面的 人工就是外勞 或者是一些外配 這些新新住民們 去幫他們意檢 然後意檢換他們講他們的生命故事 然後再把這個生命故事 變成類似像小雜誌 因為他的狀況非常文青 給他們來這個剪頭髮的客人去看 所以無形之中就增加這個社區的 這個社會的聯繫 就讓大家更了解說 這些人他可能來自國文化 但是呢 剪了頭髮 他們的頭髮 大家看起來是都漂漂亮亮的 然後也可以更彼此理解 那他們接下來甚至 還會為所謂的無家者 去做類似一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他同時也創造了 大家對於剪頭髮這件事情的 社會的心的想像 所以這種就是充滿社會使命熱血的 可能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就會很願意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去工作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的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他不太適應國中或高中 而他的國中或高中 又目前沒有這個 這種跟社會之間密切結合的 這樣子一種學習方式的話 那確實是可以鼓勵他說 所以說要嘛 要嘛就是說要嘛就是說 要嘛就是說他急早 不管是透過課後的方式 或者是社團的方式 或者是社團的方式 或是線上的方式 去找到這種能夠貢獻他的數學 又可以對社會 有幫助的這種社群 那運氣好的話 尤其是明年 我們的新的108課堡 它開始上路了 尤其在高中階段 我們就會提前 就把大學的學職 就是在高中這邊開始實習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高一就像大一一樣 大部分是類似同時課程 在以前高職跟高中它分的很開 你要彼此之間轉 不是很容易 那我們現在在高一的時候呢 就是讓大家都學得差不多 那你要學在基礎高中 跟不同高中中間 轉換變得很容易 高二後再開始就變成學校了 然後整個學校 它可以去跟旁邊的社區 旁邊的產業做結合 去做校令的避休 有的學校可能真的是法醫 就是它的校令避休 哲學可以是它的校令避休 念境可以是它的校令避休 大家在做這些事情 都可以直接去 跟高中階段的學習去融合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說 它到了高三之後 它不一定要馬上去年四年的大學 它就可以跟我一樣 先去試著在社會上面找出 它在社會的過程裡面 它喜歡跟哪些人混在一起 然後再去享受 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需要哪些理論公聚 那大學就變成它的一個資源 大學不是一個它在那邊花了四年 然後才還是不知道人生方向 在哪裡的那個東西 那所以我想這一點 家長的這個心臟就要比較大顆 因為這個從你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它從18到20歲 就是說新法上成年 但是美法上還沒成年 這兩年裡面 它就要花一些時間 在社會上面去自己探索 那在友好的基石教育的地方 像德國這個才是常探 但是在台灣這邊 真的它比較不習慣 這種新的教育制度 所以我們法令上面 科學上面 從明年開始 這個就都已經調整了 但是我想家長的這個態度 還是需要大家 這個在文化上面去支持 大家在18、19、20、21歲的時候 多一些自我探索 多一些早一點出社會 然後不會覺得說 將我晚大家聊三年入大學 而是說其實你可以進去大學 一個戲進去 過兩年 沒有什麼出來 出來之後又回去 也許這不是同一個戲了 它可以戲進院出 院進院出 甚至跨院修課 這些我們在學會社會原法裡面 都會給予這個彈性 所以未來大學 就不會是一張這個 什麼行業的證書 這個可能還變得少數 而是說它是什麼學員 它修了哪些學程 它是為了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會變成 跟國外很多大學一樣 這樣子會變成多數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具體教育政策 已經滿確定之在 我想文化要花一些時間 跟上來 我們希望未來 多跟朋友們更多的彈性 好 那我這個稍微 這個要穿場了 一陣子之後 終於有比較多的問題了 好的 我們現在就 就一個一個開始 一半 一位劉慈琳佩玲老師 分手 對於這個 台灣的虛擬實境產業 發展的看法 高雄的業者 可以朝哪個方向努力 我自己其實常常來高雄 我只要有大學 邀我來演講 我基本上有時間的話 都來捨不去 那可能因為我的秘書房 作為是高雄人的關係 所以我就經常接到 整個高雄來的大學 他們有盤念過高雄 大概十六七所大學吧 我們已經講了八九所了 所以這個再一年 我們就會把高雄所有的大學 都都 cover 住 所以一個月平均來超過一次 所以在當時 我們在做經濟技術建設的時候 當時就把高雄的這邊的 所謂的體感的VR 這個園區 當作經濟部的數位建設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建設 那我們後面有幾個想法 一個是說高雄這邊 本來就有很多 不管是做3D建模 做動畫 做不管是那個電子的體感 遊樂等等的這些 各種不同的產業鏈 我們如果現在要找一個 在台灣找一個地方說 它可以是變成 整個亞洲任何其他地方 它都可以連過來 它不一定要實際過來 它可以聯繫過來的地方 那高雄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當時除了我參訪 就是看了各個城市 放來的建議書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我在入閣前 在剛答應高雄這邊的 好像一個醫學大學 然後跟杭州那邊的中國美院 這兩個學校 我們聯合起來 我們開一堂課 講的就是怎麼樣在VR裡面 去一起做決定 一起做這個民主討論的這個程序 那我入閣 我就問院長說 這個我還能不能去這樣子 但是呢 事實上它並不是我人去杭州 或者來高雄 我人還是在台北 但是呢 我們就是在 就是Google的一個機房 在長丁的一個機房裡面 去把杭州的那個教室 跟高雄的這個教室都建模 建模的意思就是 好像3D掃描一樣 它變成在電腦裡面 有一份這個房間的一個copy 那你戴上Mia之後 你就還是進入這個房間的這個感覺 然後我們再把兩邊的教室的這個建模 然後我們疊合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就怎麼講呢 就有點像是 有些人有那個陰陽眼 就是說 你沒有戴眼鏡的時候 這邊坐的是這些人 然後戴了眼鏡的時候 還是坐這些人 在空的椅子上都跑出人來 這樣子 就是說 從杭州這邊 就看到高雄這邊的學生 從高雄這邊就看到 杭州這邊的學生 那就可以共享一個教室 然後呢 同時在這邊上課 那我作為老師的呢 我講到什麼地球啊 講到什麼這個產業的規劃啊 講到什麼台灣的這個什麼 天氣啊 空氣品質啊等等 一種變成的數量在空中 就會冒出這些東西來 那在講解的時候 其實就 大家很容易就事論事的去 圍著一個很大的一個 不管是故事計劃 或者是很大的一個 國土規劃去進行討論 那這個是我當時上課的一個主題 那所以真的要講就是 我第一次開機器人 這種遠端出席 其實就是在高雄的航行 就這個同時出現 那所以會 後來這個東西 也變成我辦公的一個型態 就是說像我今天早上 才在就是 高雄這邊的南部的 這個聯合服務中心 前進去成功一路 用436號 對 那因為我固定 每兩個禮拜 或者是之前每個禮拜 會尋回這四個不同的 就是這邊的四個不同的地方 服務中心 那我做的事情 就是跟在地的 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不管是社會創新 或是社會企業的朋友們 我們在這邊嘛 然後大家這個講話 那但是呢 同時在台北的那個空總 空總就是在建國化石旁邊 我們現在有個專門屬於社會企業的影響 做社會創新的中心 空總社創中心 在空總那邊呢 就有12個 所有跟社企業關的部位的 承辦 或者他們的組長 或者他們的這個高層 都會聚集在那邊 有點像遠端背群這樣 所以雙方都是用投影機去看到對方 所以他們就看到高雄 然後我們就看到空總那邊 然後呢 規則就是我們這邊提的任何問題 他們那邊都不可以漏接啊 球都不可以漏接 因為世界的部位都在啊 理論上應該都是有人能夠接到球 所以他們就要回答 那回答的過程裡面 跨步回答就比較了解說 這件事情是屬於這個部位館 以後要找看 他們就變成一個虛擬的一個team 那又因為說 我固定每兩個月一定會回到這邊來 所以任何人他常常想說 我們書面回來 我們協調一下地方政府 或怎麼樣 這個每一個字都是公佈在網路上 我們叫做按字關卡 那這些字 他在兩個禮拜之內 一定都要具體恢復 我兩個月之後回來 如果還沒有解決的話 那事情就更大了 所以目前大家都是 兩個月之後回來 上兩個月之前的事情 都有解決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科技它其實 很大一部分 它可以突破這種地理上的限制 這樣看起來不熟悉的人 或者是說 因為地理的關係 所以就一直任何參與政策決定的人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一下子就進入政策的 這個決定的流程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VR的一個非常 非常好的 非常具體的一個應用 就是它可以把 就是那種很親切的感覺 我們說見面三分情的這個感覺 透過VR的這個技術 很快的就重現在這個大家的聖殿 像我們之前有處理一個連署案 講的是機車兩段式左轉 要不要強制兩段式左轉 還是這個可以一段這樣子轉過去 每個地方現實的交通規則都不一樣 但是我沒有騎過機車 我是給人載的 所以說在主持這個討論的時候 那當時VR的人就特別 他用GoPro 就放在他的安全帽上 自己去錄各種 他上快速道路啊 他起重機啊 他兩段式轉啊 他一段式轉啊 等等的這些影片 那我戴上VR也好 我就算不戴VR 用很大的頭螢幕也好 我都可以感覺到說 這個機車其實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 他的那個心理的感覺 那我想這個東西就是 具體討論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覺得VR剛剛提到的 主要是在教育上 以及在公共的決策上 但同樣的概念 他放在觀光 放在旅遊 放在體驗 任何能夠注定人 跟人之間快速的這種 彼此將心理性了解的部分 我覺得都非常的這個 值得朝向這個方式去努力 那所以這個其實也是 就是我們去做這個提感 就是VR院區 在前三計劃裡面的一個揚謀 就是希望說 我們即使立法院沒有辦法 馬上前途嘛 我們未來也可以就是透過這樣子 新的VR科系去判處說 有沒有可能南部的這些委員 也許就不用一直跑高鐵 他們就是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進行一段的質詢 那我想我們的立法品質應該會提高 因為他們就少了一些時間 在周四號頓上面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的 南部的軍統也是很有幫助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自己在行政院前試 那之前院長也已經說 就是說地方的首長 有時候如果沒有辦法來台北 的話我們也用類似的方法 我覺得隨著科技的進步 然後還有5G的時代的來臨 這些東西就會變得非常便宜 那它一旦變得非常便宜 它就太容易去融入我們日常的工作裡面 那有其他朋友問說 政府長期重備輕難 這個叫做什麼對策 我如果要不負責任 我就說網路取代馬路 那六個詞就解決了 但是我們知道 就是說我們做教育工作 知道網路能取代馬路的 它是很有限制的 它比方說你如果教數學 真的網路就可以取代馬路 因為你全部需要只是一個A版 那所以你在網路上 在YouTube上面看 那個好的數學老師 就是它的教程 就跟它在你面前一樣 事實上網路上還比較好 因為你還可以停下來 還可以倒帶 真人沒有辦法 真人你要當倒帶三次 他一定就跟你拍桌子 所以就是說在網路上面 其實這種比較純粹是知識性的 這種知識的傳授上的這些東西 目前能夠放到網路上 大概都已經放到網路上 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成效 那什麼東西沒有辦法 這麼容易地放到網路上面 就是剛剛講的 大概將一些理性的 建立長期的這樣子的關係 這樣的感受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每一次就是這種巡迴的時候 我自己還是要下來 而且我要帶我這種 第一手的這種感覺 這種經驗回去 去跟各個部位的朋友說 我們一定要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其實並不是我首創的 我們的就是耐青的院長 他以前是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他有一陣子跟這個市議會的關係 比較微妙 所以說他就去巡迴台南的每一個區域 或甚至是到底的程度 然後去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讓那個區域的反應 他直接是讓行政人員跟著他 然後直接納入他的廣告系統裡面 所以他當上院長之後 同樣的這個模式 他就扶持 但是以全台灣作為規模 這樣子的方法來進行 所以我自己建立了這樣子一套東西 他變成是在技術上面 變成院長這種施政的一種輔助 那我們這個 我們形成為行動行政員 我們行動內閣 的這樣一個體系 我覺得真的蠻有幫助 就是任何地方上面實際反應的東西 他反應 禮拜四或禮拜五反應 我們禮拜第一政務會議 院長就真的就看出來 然後我們院內的各處 加上國發會 馬上就列入廣告系統裡面 那我想這個就是首長的第一手的青春的這個經驗 這個真的是無可取代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很希望說 多一些朋友們能夠這樣子來巡迴 或希望未來也要成熟之後 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更把台北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試把花蓮跟朋友 兩個地方疊合起來 就是可能同時三點連線 等等的這種做法 那我覺得這些 它可以幫助到一個程度 那比這個更多的 我覺得就是需要在 不管是財政文化 或者是區域化上面 再進一步的去做 就是預算上面 以及大家實際在規劃上面的時候 不管國土規劃或其他 大家更多參與 不過這個部分就是非常需要立法院的支持 我剛好講的都是不需要立法院的支持 我們就可以自己做的部分 那但是需要立法院支持的部分 我覺得在大家的努力至少 我覺得慢慢也會擺脫這個情況 因為行政院必須要立法院的支持 我們每年只能改變一次方向 所以希望這個會期就是立法委員們 能夠再更多通過一些 就是對於全民台灣有幫助的 讓我們非常樂意 在下一個年度去執行這些部分 有一位黃崇志老師問說 關於之前聯合國會議 三度被中國施壓 是有什麼心情跟策略 來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 其實我參加聯合國相關會議已經四次了 那有一次是在社會 是那個關於社會 也是社會企業的社會影響力投資 那是聯合國亞太經合會的一個活動 那一次是馮彥老師 就是之前主管社會企業的政委 他出席 那他就是帶一個iPad 然後iPad連到一個 這個類似脖子一樣的這樣子一個鐵絲 然後呢 他這個就可以夾在座位上 然後呢 當時就是他們在討論 然後我就是坐在其中一個座位 那誰講話呢 那不管是馮彥老師 他就可以回應 或者是坐在旁邊的 我們台灣的朋友 就可以把我的頭轉到 那個講話的人旁邊 那裡面發言的 這個韓香港的啊 這個韓國的啊 紐西蘭的朋友 而且紐西蘭的朋友 這個很高興 所以就當場邀我去紐西蘭聊天 所以那個會議之後 下個禮拜我就跑去紐西蘭聊 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社交的功能啊 就跟人道真的是差不多 而且還不用挑食差不多 那所以 而且還可以簡單簡單之類的 對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這四次 只有第一次 就是在日內瓦的 網上網路之裡混談 中國就是北京方面的朋友們 都有抗議 後面三次 其實我都沒有接到任務壓力 然後也沒有人抗議 為什麼呢 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聯合國規則裡面 它除了在入場的時候 要掩護照啊 或什麼之外 它並沒有禁止任何與會者 去播放錄影 那錄影呢 就算是兩秒鐘前錄的 也算是錄影 所以就是說這個視訊 其實完全是 不如當會以前的規則 只要是主持人 就是引用這個 聯合國的某一號決議 跟測試毫無關係 那另外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從北京方面來看 他們之前為什麼第一次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比較有趣的反應 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從他們外交的角度 如果出現這邊的官方代表的話 那他們邀請就先我們出場 我們如果不能出場 他們就要退行抗議 一個房間裡面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只能有一個錯誤 那但是呢 他們不是很確認一個錄影 到底算什麼 所以其實這並不是一個突襲 因為我們花了半小時這樣的機器 所以後來他們就決定說 那還是用強烈抗議的這個方式 至少比較有一個交代 那所以後來他們發言人 華春瑩也說 好這個是可能聯合中國 什麼之類的 好 那在他們這樣講完之後呢 後來聯合國方面 就採取了策略 就是我們說 我什麼時候會詩群出席 他們就事先會告訴我 以前幾天幾分 在哪個位置 反共會用詩群的方式出現 或其實現在也不止我的 因為這個模式已經 spread了 我們國會 其他人大概都有用這個方式 所以只要他說 幾天幾分 這個台灣方面的這個 政務委員會用詩群的方式出現 幾天幾分在那個地方 就絕對看不到 背景方面的代表 那他們就當作這個東西不存在 他們也不用寫報道 也不用抗議 那所以就是說 現在他已經成為一個默契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防止嘛 他不可能這個 讓所有人選好短取 就絕對做不到 那所以他就是說 他可以心裡可以交代說 好了房間裡還是只有一個中國 那個是中國的台灣 那我想我們也不用去干預這個部分 所以那時候 我的演講裡面 也不會特別去披零北京方面 或者去北京當局 我們就是就要去發展 去做一些貢獻 那這個如果有人干預的話 更險的那個干預的人 很大到沒有道理 對吧 所以他們也沒有干預 所以這個想法就是說 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蠻實質的 有貢獻的一個方式 然後這個貢獻 所以我們只要一直挑一些 在北京方面 他們的貢獻可能真的比較少 的這個題目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持續在外交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說 台灣在這些題目上 真的是很有貢獻的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的策略 就我不會特別去跟他們打對談 也不會激化這個對立 事前也讓他們知道 那他們不出現就是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有個朋友問說 那有個朋友問說 那應該將取得人類的工作 人類為何的工作是什麼 我們現在AI 是目前這個最潮的一個詞 不過區塊A快要比這個潮了 但目前還是最小的一個詞 所以潮詞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會完全失去它的定義 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叫AI 所以我自己看 像我之前去聯合過 永續發展網絡的時候 用的是三個不同的層面 一個A是automation 就是自動化 它其實跟大家以前講的 辦公室自動化 根本沒有兩樣 只是它可能成本比較低而已 那另外一個就是augmentation 就是它跟人是互動合作的關係 它很像說你的副駕駛 或者是說theory 可能是你的原因助理等等 它大概知道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也可以隨時去跟它做溝通 那最上層才是完整的這個autonomy 就是或agency 就是它完全自足了 好比像說你到一台自駕車裡面 這個自駕車沒有方向台 那你就跟它講說你要去哪裡 你就睡著了 然後醒來就到了 那這個時候是它完全取代 某種人類功能的最上面一層 那我想跟大家講的是說 在除了某些規則非常明確的事情之外 目前其實很少有公司或是有集團 或者有研究團隊 所以真的做到奧通人這一層 最近有一個比較大家有看到的新聞 就是Uber的某一輛車 就是有人從安全道還是哪裡 突然衝出來 所以就發生不幸事件 跟其實Uber那一輛 它只是一個輔助駕駛之中 方向盤 方向盤後面還是有人的 它隨時還是可以踩剎車 如果它看到了 然後它沒有踩剎車 它還是要付年代的責任 所以雖然它當時沒有載過方向盤 但是從法規的角度來看 它還是有一個人在方向盤後面 這個最多只能說是Uber的黑學 就是第二次 那當時那個人 他的辯護就是說 他的反應時間低於疫苗 他根本沒有辦法 有時間去踩這個煞車 那所以我們還是回到本來的 就是民事或行事上面 要怎麼調查 怎麼詢問等等這個方式 所以這真的還不算是 這是胃料的 不可能是 所以他沒有在手工的 他沒有在訓練 而且你在做什麼 如果他應該會有 然後你沒有跟你 去看去看 要多遠一點 他必須值得 你這個事 那你幫我 也許會因為 因為你買多一些 我都不用 就去看去看 就是讓人能夠做到以前我們比較困難做的這個部分 我們跟AI要求的就是說他要給一個招待 比如說如果你的秘書幫你做了一個判斷 約了一個事情 然後你覺得他這個判斷真的不OK 那大部分會做的事情是說 我就問說為什麼你要做這個安排 那這樣他應該要給一個招待 應該要說一個說法出來 那目前有很多AI他給招待的方法 就是給你500頁的這個Excel表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價值註證 然後你花了20年看他就看不懂 那這樣子當然是不OK 所以我們現在研究的方向大部分都是說 確保說他可以用一個人可以看得懂的方式去解釋說 為什麼他的方式做這個判斷 當然我們就跟人類跟狗是在演化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協同演化 是一起演化的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跟AI同時演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花一些時間去學習說 他們是怎麼樣小事情 就是所謂的資料素養 所謂的計算科學的素養等等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國民教育裡面的重點是說 我們不要讓大家覺得說這是一個黑盒子 是一個黑象 這跟法律素養一樣 不是只是少數學法律人在那邊玩法律 而說大家都有一些基本人權 一些知道的一些想法 基本的公民課的一些想法 然後你如果需要更懂一點的 再懂一點的再懂一點的 你上面都可以有一個把它解釋成你聽得懂的這個社群 那對於AI也是完全一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任何時候聽不懂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我們稍微懂一點點的人 把這個東西解釋給我們聽 那這個想法 也就是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會期 即金融沙盒這個大家也許有聽過 就是我可以告訴今晚會說 我要辦一個新的機器人理財 或者隨便什麼目前違法的東西 然後我就說 我就要違法六個月 我要違法十來個月 然後作為違法的代價 那我會願意把我的資料去跟社會科學分享 然後六個月或十二個月實驗期結束之後 大家一起來討論 這個創新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 如果是好事的話 那我們就修改法律 那這個我們就有一個新的業態就出現了 如果大家到最後發現是一件壞事 那很好我們不會像律書一樣 通通都跳到某一個現金的概念裡面 我們的損失是有限的 而且整個社會就付了學費 下一個再創業的人就不會衝到輔車 所以這個是讓民間社會跟政府一起制定法律的方法 所以從金融沙盾之後 我們這個會計會送出去 現在是在預告大概還有十遍吧 就是叫做無人載具的創新實驗條例 簡稱無人載具沙盾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些可能沒有方向盤的東西 它看起來有蚊子就是開一開飛起來 那或者是說它是什麼水路兩棲的 就是說它不確定它是陸海空的載具的哪一種 但是呢它就是有蚊子 或者給我翅膀 它可以載東西 那它是一定程度上是一個AI 那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是在路上跑的人能指揮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沙盒裡面去限制 保養它的速度 它的場域等等 它要在某個程度上 跟人在相對安全的情況下互動 讓大家都學到怎麼更爽 有點像鮮的污種去相處 那我們再慢慢的放大它的速限 慢慢讓它能夠去使用到更多的地方 這樣子比較有可能去避免像 就是壓力上的那樣子的做法 會導致一些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目前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並不會讓AI 取代人類工作 它只會取代人類工作裡面 最柔的部分 現在他們說要幫助人類工作的部分 我們會透過像金融沙盒的 這樣子的方法 讓大家一起來了解 一起來學習 那至於AI它完全取代人類的道德 我可以很誠實地告訴大家 你目前的電腦結構 我認識的電腦科就這樣 沒有人覺得做得到 也許再過二、三十年 量子電腦成熟 或什麼我們那時候 再來想這個題目 但是現有的這個運算架構 基本上應該是做不到的 所有的這些資料 都能夠一起去找出 今天如果空間是這樣 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固定 哪些是非固定的這個污染源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也是政府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不管成年創新 還是社會創新 我們現在想要獎勵的是 就是我們想不到的東西 就是民間先看到的需求 不管透過產業力量 或社會創新的力量 去幫它達成 然後政府等於推薦 去說我們幫這些 解決社會 或產業問題的朋友們 解決你們的問題 不管是法規上的 或者是推廣上面的 所以像空間隔絲這個東西 它就非常快的這個創新 就擴展到了全世界 那我們拿去外交 拿去這個 有點像以前農業技術輸出 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為這個是 但是台灣不只解決自己的問題 也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我本來以前演講 講到這一張的時候 就會開始賣票 所以說我們5月5號6號 在台中文化創意園區 我們請之前做設計 每年都在台北辦活動的設計流 跟每年都在高雄辦活動的寫安兒 那他們兩個今年結合了力量 所以就一起在台中 然後辦大概1500人規模左右 非常非常大的 這樣一個研討會 那但是 因為今天是早要票最後一天 所有的票都賣完了 沒有要賣票 所以 基本上這次會寫一個很大的盛會 我們會把所有剛剛提到這些具體 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產業 跟社會上的創新 如果本來沒有英文資料的話 我們在做這個會議的過程裡面 不管透過翻譯 透過口譯 透過請各個不同的朋友們來 這些部分都會變成 我們往外輸出 就是變成英文的 這樣子一個具體的事情 所以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還是有線保 然後還是會有科學園區 我們可能會把工業資料拿掉 那我們會把以前所謂促進 這個就是產業發展等等這些部分 盡量去看裡面 有沒有這個特定於工業 或特定於一些特定的產業 我們不是說 把本來的補助取消掉 而是我們讓它兼容更多 我們讓同一個園區 能夠放更多不同的創新的朋友們 試著把這個上東材料結合起來 變成一個產業聯 所以這個跟以前就是 政府指定某兩個或某幾個 這個要發展工業 我想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那個 看水晶球的那個能力了 因為新的狀況出現的速度 已經超過每年一次 那政府能夠轉變方向的平衡 還是只有每年一次 所以我們就是在年跟年之間 就是預算跟年度 預算年度中間 真的就是靠這位 然後來告訴我們 你們打算要違反哪些法規 然後我們一起來 安排一個實驗期 違反這些法規 你們打算要發生哪些社會創新 我們一起來找出這些創新銀行 它接起來的這個具體的方法 所以這個東西我想 目前好像還沒有一家銀行 特別出來說做這個 但是當然我們會知道 有一家叫王道銀行 他們自己也變成了所謂的B型企業 就是說他們也會去兼顧這些不同的產業鏈 工作者環境 等等這些 比較類似的社會責任 還快要走到社會企業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等到金融商盒出現之後 不然越來越多的銀行 能夠去往這個新的這種 系統式創新的方式走 那這樣子的話 在受刑的時候 他們就會比較認識到說 這些新的創意 它其實也是有意義的 也是有價值 就像很多國外 它的無形資產的肩價 是行之有年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很需要 很多這種Case出現 那我們這邊的人才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算 不然的話我們影響力投資 這些錢都沒有進來的話 其實就是你就算你聽到算法 也不知道算出來到底會不會 對不對 我們就知道很多實際的個案出來 大概才能夠開始 往這個方向去走 三語書店的這個董梅陳的老師問說 台灣能夠以重工業 跟傳統產業為主 意味著一政治構圖 如何促進南台灣的傳統產業的創新發展 以及政府可以做怎麼樣的支持跟輔導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剛剛特別強調說 我們吳嘉爾她是產業創新政策 而不是創新產業的這個政策 這個每次吳正中老師 只要看到時間的簡報裡面 有這個創新產業 它馬上就改成產業創新 它馬上就改成產業創新 這個是後面有一套系統性的思考 就是說 像我們每次在發展一種新的科技 或新的做法的時候 它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point就是說 它怎麼樣跟既有的產業去進行融合 或去進行結合 那我看一下最新版的AI台灣有沒有在我的電腦上 應該是有三個 對 我們這邊特別在講的就是說 這裡 就是說我們這邊特別 不好意思我這邊只有英文版 然後沒有找到重文版 就是我們這邊每次在推某一種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會像以前那樣子好像是特定 就把那種特定技術產業化 然後好像變成它自己是一個自己的vertible 相反的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請這個SME 就是這個我要其實來出題 然後這個出題再回過頭來 告訴我們的教育系統 我們的質訊系統 像子社會或工研院 或者是我們的其他的做AI的這些題目 一起去解決大家所碰到這個題目點 如果大家覺得說這個東西一定需要證明的資料 或者一定需要這個新的演算法 才能夠解決的話 那我就用這個當作題目 然後去開缺 然後去徵求這個能夠做這樣的實驗的朋友們 來做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那舉例來講 這個是一個活動 目前的證件 第一階段證件好像還有三天吧 叫做總統北黑客松 那大家找的話就找總統北黑客松 那我們一般聽到黑客松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披薩 一些城市 花個一兩天的時間 但是這個呢 事實上是長大三個多月 所以其實真的馬拉松 連續跑三個月 我不知道還叫不叫馬拉松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長時間的黑客松 那為什麼叫總統北呢 就是說我們希望整個業界 尤其是總統北黑客 第一線看到說我們在不管是國土 房舊在高齡 青年就業 我們有挑幾個題目 這些題目上 大家看到政府可以怎麼樣做得更好 或者看到說我們的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有哪些沒有辦法對接的部分 或者是說有哪些 你覺得以前你有提過 不管是透過陳青 或者立委或者其他 但是就一直沒有被採拿的案子 那都歡迎投到這邊來 然後去寫說 你需要哪些附回的什麼資料 跟什麼程序的配合 那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些評審 然後去一去看 然後我們今年會挑二十個題目 那這二十個題目就是由總統來當PM 那總統當PM 基本上應該沒有人敢不交資料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試著去挑戰公務文化裡面 這些就是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做的本位 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很難用橫向連結 即時來反映中央企業已經看到的這個需求 或者是開發出大家就是很需要共同 業界共同需要的這些技術 資料偽導性技術這些東西 所以對於這些題目 我們會試著去重新調動公務部門的力量 去完成這些開發 然後也engage我們學界 或者是任何就是願意幫我們參加的 可能全世界的朋友 只有我們下一個階段 就是這些題目出來之後 我們會振這些好手來 跟政府部門來一起做共創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總統北黑客宗 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可能需要總統的真實高度 但是才能夠雕動產官學各界 但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說 把大家的提案篩成總統應該是 會覺得還不錯的是 真的能夠下去做的20個 那我們裡面只要有一兩個 做得出去的成績 我覺得明年我們就會過大舉辦 今年是續不續年 所以果然就會開始有這樣子的問題 陳吉邦市場參選的陳吉邦委員 想要把高雄發展為智慧的城市 並且設立AI遠缺 認為高雄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可行性是怎麼樣 那我其實沒有看過他市場來提書 所以靠這幾個字就回答 這個不真的 work 但是我可以想說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是台中智慧城市委員會的 算是有參與的委員 那我去那點開會的時候 也具體的分享了 我們中央怎麼樣去做 所謂的參與式的一個平台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我們有個連署的平台 它還蠻有名的 就是五千人連署 我們就會來一起處理事情 像之前在恆春的時候 他們連署 就是要什麼內政部 讓黑鷹直線機去當救護車 因為他們離最近的一家大醫院太遠了 歐宗很困難 那這件事情 最後我們跨部會的臉上的結論 就是讓恆春的恆綠醫院能夠擴建 然後讓更多的 就是高雄的醫學中心的人 都去那邊受訓練 那這個大家拋棄 真要花了三年三億 但是這個就是透過連署 大家具體看到恆春那邊的需要 然後去滿足 那像這樣子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才是 這個城市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 我們在以前常常是 就是有點政府部門自己去決定說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大家好像是在執行的細節 或是分配的 或是一些方式上面 才能夠提出意見 就比較末端了 但是我們現在呢 透過這樣網路參與的方式 是把它提到最前端跟最後端 最前端就是剛剛所講的這種連署 當然我們現在連公投都有了 公投需要的票數比較多 連署只要五千不要三萬 但是連署呢 這個就有一定程度進入行政程序的可能性 那如果政府有答應要做 就像剛剛講的那些計劃的話 那我們每一個計劃 在這邊都會包含部會自行官方計劃 我們前面一年使用 院列管的這些大案子先失敗 但是從下個月開始 所有部會自行列管的 所有的任何小的案子 它只要有用到 任何中央部會的一毛錢 這邊的預算的執行率 以及進度 它開了哪些標案 它去開了哪些研究案 它的工作在要裡面 內部管考的這些代號 所有他們讓以前年考會 現在國發會知道的事情 全部都會公開在這樣子一個平台上面 那一個智慧城市 其實它就是仰賴群眾的智慧 就是所有市民的智慧 大家看到這種具體的就是 大家納稅錢怎麼樣被花 然後以及 如果這邊特別在講 就是它會在兩旁邊 可能就看到它做的時候出了什麼問題 或是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的話 在以前你如果打電話去給承辦人 或者去寫到市場信箱 或者院場信箱的話 那都是一對一的 所以從你的角度來看 如果被它的回應值回達到十分之一 只有解釋問題沒有解決問題 其實你也沒有上訴的管道 那從承辦人的角度來看 它會從二三十個不同的地方 都接到一樣的所詞 然後它的這個 然後可能Wording 只有一點點差別 所以它也覺得壓力很大 它要應付各種不同的長官 那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節省雙邊的力氣 你只要在這邊留言 它就是公開的 然後呢 它的承辦必須要 就是具體的在這邊回答 而且呢 就算它的執行進度裡面 有什麼 就是讓監察員 看起來很奇怪的部分 大致上說我先上去的一個例子 我們如果按照 願文庫的留言數的多少 這個有點像Smile 就是大家可以來決定 大家要回覆的這個速率 然後金門大橋 金門大橋非常有意思啊 它的這個免累積預算執行進度 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累積預算執行進度 永遠不應該往下的 那它就長這樣子 所以就有人公开留言说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 它的品质不是很违反 但是大家大概都可以懂它的意思 但是呢 它就可以有非常非常具体 实际上这个是很多字的回应 就是说施工进度严重落后 这个整体计划下降 重新发包 终止契约等等相关资料放在这边 那很有趣啊 陈范就发现说他这样子回一次之后 各议员立委也跟他重复所资就消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以Google 大概就是为Google了这一页 所以大家就可以更深化的去做讨论 就不需要他对彼此的时间 在那边踩来踩去 在那边传播上映 那因为这个是公开关系 所以他如果这个回的牛头不对麻醉 那明天这个记者就知道了 所以就说呢 也许想到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他这个压力只需要承受一次了 那他就不需要再承受各方面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更不会朋友们 都是很介绍恐惧 但我们试办 用越内外计划试办一年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真的是能够 好像bypass中间的媒体的一些 二三首的一些传闻啊 一些这个明代的一些 可能他自己的一些讲法啊 他是可以直接让关心的朋友们 直接参与到这个城市 或者是这个计划的建设里面 所以我想如果是用这种 就是群众智慧的方式来做智慧城市的话 我觉得高雄当然非常有这个机会 而且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的这个热心这个参与的程度都相当的高 所以我想这个可行性还是建立在这个群众的智慧上 我非常小心没有提到任何市场三学来的 感觉这个这个 这个画到下一题来 要不要问说面对这个中国大陆强力吸纳人才 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其实我自己从这个工作 这个资讯工作者 创业者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自己在西谷 刚刚就提到用远端的方式工作 我都住台北了 因为首先台北的这个访假 真的是比起旧景山要低很多 然后食物也好吃很多 而且有高甜 我可以可以这个一直跟 我选他们的朋友们 这个持续保持很好社会连带 但是呢 确实幸福它真的是一个 如果你要解一些比较间断的一些体能 它也许能造成社会问题 但是它是一些比较 在科学发展上面一些比较间断的体能 它真的是出现在那边 那我觉得网继网路的一个特色 我之前才去纽约西兰的时候 在跟那边的朋友们谈 就是说如果没有网继网路的话 那像台湾这样的地方 或像纽西兰这样子的地方 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挡住它旁边的 不管我们是中文化的 那他们是澳洲嘛 这个就是吸纳他们的人才 所有想要做创新的人都会觉得说 那离我这个弟弟未止尽的 那就是最容易的 可是有了网继网路之后 完全不是这样子 我在西兰工作的时候 我实际上很享受这个时差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晚上九点十点 这个我先把我们这个片面要做的事情 我都先列出来 然后呢他们一醒来 我们十点到十一点 就我们这边半夜 我们就开一个stand up 就是开一个会 那开完会之后 我就把工作交下去 交下去我就很藏心 我就可以睡了 那因为我不喜欢开很长的会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已经下班了 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我就在那边披抬作业 那他们也不会觉得说 好像老板一直拎着看 所以我觉得说 这真的是双赢的这个模式嘛 就是大家都有很充足的时间 可以工作 那我只要在这个网络上面 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工作进度 然后呢 我就可以深思受虑啊 因为不然的话 大家就很不喜欢这个主管在那边 支持点点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以每天为周期 支持点点一次 这样子 大家的相信力反而比较好 所以当成了是说 有了网线网路之后 我们不管是往上游 往下游的这个显接 它其实更多的是在价值上面 是不是能够彼此相扣合 像我们一直在解决的问题都是 怎么样有效的彼此倾听啊 所有的公民科技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中国大陆那边 他们能够贡献的就真的很有限 而且随着他们修宪就更有限了 那所以这些题目 我们能够找到合作者 它基本上就不会是在 中国大陆那边 而是在其他的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 随着大家做的题目不同 我并没有特别排斥任何一个经济体 但是刚好我做的题目 它就是要越自由 言论自由越高 越能够群众组织起来的地区 越能够贡献的题目 那这些题目 一旦发生的影响力 好比方说我在这边 因为在318的时候 有就是帮忙一些这个群体的讨论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对台湾这边造成的社会影响力 它是蛮就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所以就更会留在这边 所以即使我加入行券 变成政务委员 我的薪水是以前的三分之一不到 但是我会有一点原因 就是说 又没有这样子的工作条件 然后来去进行贡献 因为我觉得说 我这样子产生的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个形象力是大过于 这个为一个月损失的机器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吸引到的外国人才 我们鼓励大家创业人才 都是看出 它能够为社会创造什么多大的影响力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会因为 稍微高兴一点点 高个两三成就被挖走 因为你要领域一项背景 你也是有一些心理的一些负担 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是看经济 但是如果反过来 我们在这边不去做这种 让社会连带更紧密的这些工作的话 那当然对它来讲 它在哪个城市都一样 这样就被挖走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外国人才专法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移民的一些政策等等 都是强调说 我们会在这边去加深这个社会连带 加深社会联系 那原因就是说 你对这边有感情之后 不管是因为食物 还是因为朋友的关系 一旦有感情之后 就比较跑不掉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具体的建议 但如果它的工作 真的目前它的很良好的一个实验场所 或者是一个能够施展抱负的地方 它真的就在北京 或者在上海的话 我觉得我们有点特别的大 就是人过去那边 那它学到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陆委会或者一些朋友 一直都有在做民调 不会因为去那边 所以心理的价值体系就改变了 这个目前并没有这个迹象显示这样的事情 所以学到一个程度 它还是可以回来 还是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贡献 所以我其实是还蛮乐观的 并没有觉得说 我们一定会全部被吸走 我们在这边做了很多题目 没有办法在那边做 这边说 今天美国发生Uber 其实不是自动驾驶 算是辅助驾驶的照实姿势的案件 那此种还在造成人生残损失的 可能日益增加 那如果减少被害的损失 你们建议我的方向可以分享 那刚刚具体来讲 特别是对于无人载居 这个沙盒的部分 其实就有一点像说 我们兼容沙盒 它会有个铺险的一个上限 它会有个保险的办法等等 而且我想自驾身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 当你踏进来一个圆区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就是这边正在测试无人载居 所以说就比较不会说 像他们如果是整个州的话 那真的就是用平常它的习惯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看就是一个测试场域 那好像说上了个学乘 或者是我不知道 艾伟也许会有自驾船或的区域吗 我乱讲的 总之就是说 当你进入那个区域的时候 你自然会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你知道这等于是实验室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方面人也会在行为上面做一些调整 那二方面我们也会从慢速开始 然后慢慢才加到它的这个速限 而不是说像Uber这次会发生事故 就是因为它的道路的标志标线数 好像35 miles 它就开到36 miles 那就这样子 那其实反应时间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会开放 各种自驾车去收集数据等等这些部分 但是呢 第一个在它旁边 他们都做好行李准备 然后以及第二个 我们不会一下子就开到高速公路上面 这是我们目前具体的这个方向 上到郑伟才刚去梵蒂冈新闻六报 方便跟我们多说一点故事吗 对啊 不知道要想听什么故事 我们去梵蒂冈的时候 他们正在搬黑客宋 然后叫做VX 这很有意思 范蒂冈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虽然说理论像是一个主权这个国家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经贸啊 或者是军事啊 或者是我们一般所谓这个国家要去管的这些事情 所以说他们的这些神职人员 就是高官们呢 大部分是一块小事情 所以说他们是花很多时间去想说 AI要怎么跟民主调和 怎么跟伦理调和 所有这个新的这个科技的发展 要怎么跟他们的信念去调和 那他们也会邀好 比如像说保安宫 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领袖 一起去享受不同的文化 要怎么样调和等等 他们花非常多时间再写一大堆这种建议 给联合国或给各国的这个领袖去做参考 他可以说是非常重视精神文明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物质文明可以重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邦交国 那所以呢这次我去的时候呢 他们正在办黑歌颂 然后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教统 这个找黑歌来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那个总统的黑歌颂是三个月了 那他们因为才刚起步他们第一次的黑歌颂 所以只有36个小时 那是全世界大概100多个不同的学生 那他们比较三个题目 一个就是所谓的social inclusion 就有点像我刚刚讲剪头发的那个例子 你怎么样透过一些科技的协助 然后呢让整个社区的人能够更加了解到彼此 更不会觉得某些人是外人 或者某些人是神经残障 我就是不要去了解他的故事 那这个是social inclusion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 各种不同信仰中间的具体对话 我们怎么样让有不同信仰的人 能够去了解到彼此的例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范廷刚这次非常注意的 就是migrant and refugee 就是难民跟移民 那因为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部位 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部位的时候感觉都怪怪的 那他们刚刚设置了一个新的单位 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他们做的事情就是 让目前的移民跟难民的这个现况 更让大家知道 而且能来调整就是各国的法令 让大家都不会觉得说是 把压力特别关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上 那这个部分 因为难民跟你们也其实有点像 刚刚AI那个状况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inclusion 就是社会融合没有做好 那很容易它就是聚焦在那里有冲突的部分 但事实上它也可以去带来新的传业 新的创新 所以大家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做这些黑客操 那我们这个主办团队里面也有台湾的朋友 那财赛团队里面也有台湾的朋友 所以其实他们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活跃的 那他们听到我们这种总统 对半三个月的方法都觉得非常羡慕 所以说他们下一次可能就会开始参考这样子的做法 那这次我去讨论就是 我们在永续发展上面的一些贡献的时候 我媒体上可能有报嘛 就是说我有修一张这个很有趣的图 就是我们这个总统的预兆 然后这是我具体的这个简报嘛 就是说民主的这个未来 那我第一张其实在讲的就是说 在开就职员演说的时候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以前在台湾或在其他地方 我想民主就是不同价值 在价值中间的对决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台湾 它已经变成多元价值中间的对话 那他之前是蔡英文教授的时候 曾经有做过一个评语 就是说美国是民族而融入 融到就是少数民族的味道 都就是变成差不多一样的 但台湾比较像是一盘沙拉 就是说大家在里面每个菜色 都有各自的文化 各自的脉络 各自的传承 但是呢 而且味道都这样鲜明 但是我们把它这个调和起来之后呢 它这个创意 它这个精彩的程度 它是剩余 你把这些全部都缴碎 变成融入了这个程度 那所以就是台湾它是能够 把价值融合之后 又创作出新的民族价值的 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的简报一部分 那里面还包含动物的这个 对动物权利的重视呢 那这个是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 我在联合分享是说 很多民族国家都把这些题目 大家作为民族推草 这样就是说政府有点像中间这个绳子 然后呢大家动不动就要共同 动不动就要用某种方式去逼政府 在一个价值跟它的相反中间 去做某个决断 那所以政府就被这个绳子 就被绷得越来越紧 可是我们又不能断掉 断掉两面就失去联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政府就会承受 非常非常大的民族压力 可是呢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 其实不管是智慧城市 或者是种群众智慧 凝结的这种方法 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 把社会上的注重 各种不同的力量 一些朋友们都集合起来 去找到一个多影的一个方法 那所以政府在这里面的角色就是 对于大家有创造一个对话的空间 不急着往一边或另外一边去靠 而是找出 大家都能够 所以不管一旦可接受的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我去联合国主要 分享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当然都很 impressed 就是说因为他们以为 只有瑞士才有条件做这样子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在亚洲也有 也有国家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对我们的新红头法 对我们的联署 对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很多案子 他们都非常的有兴趣 Jane文说对台湾的虚拟货币发想的这个看法 我想区块链的技术 它其实不一定只用在货币上面 我们在一开始做社会企业 或者在一个客送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区块链的运用 它其实是运用在责心上面 因为区块链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它是分散的 它不可以篡改 所以这个网站的管理员 它也不能乱改 然后它改了的话 大家不会看到 而且它倒掉了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去看的这个验算 所以它用的方法就是透过群众募资 然后透过全块链去看这个善款的流向 它到底有没有开发出去 开发到哪里 但在这里它交换的 都督克交换的都是形态币 它其实未来有智能合约 这个智能合约上面的也都还是形态币 它并不是把它取代形态币使用 它是把形态币在现金或在银行交易里面 我们责性 真性 之前需要放非常大成本 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等于让太空智能合约的方法 自己自动的去做到 那这一点上面 其实区块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科技 那我们现在会把这种应用 叫做分散式的账本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不一定要用区块链 你用什么别的科技 只要能够达到分散式账本这个应用 大概这个部分都是成熟的 那这个我们在责性上 在各种透明度上面 医疗的这个就是 你只分享给你想相信的这些衣食 等等的这些部分 大概这个都是已经成熟的应用 那不成熟的部分就是炒作 那但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没有特别去禁止 大家这个地圈现在叫圈钱 就是ICU的这个行为 我们没有特别说它一定是怎么样 除非是真的明确有洗钱 或者自控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特色就是说 我们会用各种新的东西去发展 但是它只有在真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会导入 就好像说行动制服 当它如果是真的比悠悠卡 或者是e卡通扫描要快 要好用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用 但是我们不会说 这个是国家指定 所以说从明天开始 就才撤掉所有的便利商店的替换机 然后这样子来逼大家去用行动制服 虽然这样子绝对很有效 可以让明天就拉扯 但是我们就不是这样子 一种中央提权的政府 所以好处就是说 我们的发展 它一定是要真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它才这个机器才会不及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各种不同的虚拟货币 不管是以太坊 比特币 Iota Ripo 各种各样的 我们在台湾都有社群 而且非常蓬勃 但是呢 我们不会变成是 很像我们过早就压在某个上面 然后说 我们就要用这种技术去发行货币 相反的 我们就是去观察 然后去帮这些解决社会问题 解决问题 它若不信是制造社会问题的人 那我们也有金融杀核的这种方式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所以这真的造成什么问题 这真的不是好主意 所以是一个共创法规的态度 它比较不是我们政府去指导的 这样的态度 徐云鸿宇 最后的朋友们说 全面对新加坡、日本、欧美国家发展 这种程序的策略运用 他们如何运用目前的科技的优势 加入 并且参与竞争与合作 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完整的联论自由 我们次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现在如果你列不上10Mb以上的网络 你都可以说这是政府的错 因为我们总统的证件是冠品人权 就是说任何人他只要在台湾 他都有上网 用冠品上网的这几个人权 那这个能够这样子喊出来的国家 其实真的很少 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子喊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地理实在是优势太大了 就是说人非常多 但是地方就这样子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覆盖到 绝大部分的人口 那我们手机上网率也已经几乎是超过了 去年是几乎超过了电脑的上网率 那今天一定已经超过了电脑上网率 那所以任何人看起来 用行动装置穿去到网络 在技术上至少都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问题的话 那我们已经用这个特别预算的计划 去把最后没有补上的那几个点去补上 我们的这些很远的离岛 都刚刚专门的光线 所以我们是很少说的国家 可以说我们有超过1000万人 但是大家要用电子方式 要用数位的方式来参与我们决策的时候 我们不会因为某些地方没有网络 就牺牲这些人的参与权 所以我们的这种大规模的 刚刚那种公开关考 联署等等这些实验 这些是很多其他国家没有条件做的 过来他们做的时候 只能非常七折八头的去做 像我记得葡萄牙 他们要做参与区预算的时候 他们就碰到说他们很多偏向 根本是连3G上网 设备都很有困难 所以他们的参与区预算的投票变成什么呢 是用ATM的那个替换机在做 那所以替换机的营物就很少 你都不怕显示很多资料 他们就只能有一个简化的门人 那也是这样的创意 但是我们就很难去想象说 在那样子的限制底下 它只能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度发展 高度平均 又有高度言论自由 每个人都可以串各种那样新的想法 而且政府还不会来商业学校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 尤其是可能让民间的公信力 比政府高的社会创新 就是台湾的强项 像刚刚那个公信格子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这种高风险的东西 各地的团队都很愿意来台湾实验 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实验 真的是可能会有政治风险 但是来这边实验区的模型之后 发现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或经济风险 它就可以去过散 所以我们现在像对于平台经济 Uber 其实Uber 我们最后解决的相当的漂亮 现在在Uber 已经可以叫几千车了 它也有的纳水 也有纳管 然后其他的不同的线车 现在也都可以叫到 就是不是黄色的车子 但是之前当然大家都记得吵得要命的 那一阵子 重罚的那一阵子 但实际解决了 新闻都在比较后面的表演 但是其实我们解决的蛮好的 所以我们这种平台经济的法规条式 就是现在也已经整理成一个 平台经济法规条式原则 那其实个地的朋友来的时候 就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就发现说 台湾的法规风险是比较小的 他们在其他地方 他们如果换了一个证券 换了一个市场 本来可以做的事情 永远不能做 但是在台湾应用 我们只有这样一套系统 未来可能社会通讯传播法 会把这个系统入访 所以对这些创新的朋友们 他们会更愿意来这边去做实验 所以我想我们的两个 大家都自己选 一个就是说 我们自己自发的这种实验 很容易出现 第二个国外来的 我们有一个安全的 而且中国社会一起对话的方式 去进行应用 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目前的优势 所以尤其想连爱这种 就是大家都可以应用 但是没有一个单一的应用方法 要偏离开化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在台湾的发展 有位朋友问说 张航传就位朋友问说 请到委员对岸在资讯方面 常有突破性的发展 尤其在新零售 以及金融科技方面 照理来说 台湾的人才也匮乏 为促询越来越远 因为我们是在往不同的 跑到不同的方向发展 所以就越来越远 我弟弟他是做教育人 他有去明言 就是说当大家在这个 跑道上面开始赛跑的时候 你只要转身往自己的方向 通常就是第一名 因为就把别人甩在后面 对 好 台湾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具体能够 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 才会被社会所接受 我们不会花一大块 然后就说 这块就这样做 失败也没有关系 反正是这个 就是极权体制 对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们能做的题目 跟在对岸能够做的题目 就是中华大陆地区 能够做的题目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其实是几乎没有可比性 就像行动支付 大家常常讲行动支付 我们真的不可能 像他们那样去说 你的这个信用不好 然后或者是说 你这个常常停车站到别人的车位 然后不说不到钱 那过了一阵子之后 就买不到高听票了 这种创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实验 我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看 我也觉得说 我很想看这些配分 这些配分 一定对于人类的社会科学 一定有所贡献 看这些题目 我们真的不能在台湾做 但是反夸来讲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民间的公信率比政府还高 这些题目 我们也不能拿去那边做 所以这真的是不同的跑道 硬去比真的是利益不大 我们如果硬要比 好像行动支付的这个普及率的话 非洲很多国家 远远离界亚洲所有国家 为什么因为他们为超猖獗 你根本没有办法相信硬币 或者是纸币 那这种时候 你只能用行动支付 对 但是就是OK 所以他们可以做那个题目 我们很难这样子走 所以我们就是每个社会环境 做每个社会环境的题目 台湾这边 其实我自己观察到的 也是我昨天跟我分享的 就我们现在在做题目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注意 什么呢 就是促进物料事件的伙伴关系 所以在台湾做 在很多比较集权式的 或者我们讲好一点点 民主集中式的 国家他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挑起东西 然后呢 但是很容易去牺牲其他的 但是他说这是为了什么 伟大的什么梦想 这样我们也不特别去批评他 但是呢 在台湾的好处的时候 我们很注重 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第17的 SDG17 所以促进目标 实践的时候 是一个 勇活干关系 所以在台湾 做不管是這邊講教育、效率不平等、終界貧窮這些社會進步的題目永續成像 或者是做環保的氣候變遷、水資源、入浴生態的題目 或者各位在做良好工作、經濟成長、負責人的生產消費循環這些題目 大家都會注意到SDG時期 就是說你不要去犧牲其他的價值 那這個我覺得是剛剛講台灣是一看啥 碰面的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不會特別去造成其他人的價值 我們自己當然有自己想做的題目 但是不是是完全自私的去說讓別人的題目做不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台灣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發展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在各種不同的世界秩序裡面 我們都有具體可以輸出、可以幫助、可以談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會去硬要說我們要用我們的秩序去控制、去阻擋 我們用那種就是殖民或帝國主義的那種野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差距會越來越遠 但是那是因為我們在走來不同的方向上面 這個徐宏宇就是各位朋友 後來說霍金生前建議人類要神聖、節制的發展AI Ellen Musk 表示贊同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考量是什麼人類該如何面對 他們的考量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大部分在科幻小說裡面 大家所care的都是說AI有一天會發展出自我儀式 然後就跟什麼大家在斯巴塔裡面看到那種奴隸的什麼樣 然後就反過來把人類當作奴隸 然後到最後就變成駭客人物裡面的狀況之類之類 那這個是小數電影裡面出現的東西 這個我們真的沒有什麼科學可信心 所以這不是霍金跟Musk擔心的 霍金跟Musk擔心的是這個 就是說AI它的發展會讓極少數人去掌握過多的權力 因為非常非常高度的自動化 如果它是像剛剛講的 你沒有辦法問它為什麼 然後它也沒有責任要回答你的話 那等於是說我們的食衣柱形 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在想什麼等等這些東西 全部都會變成是少數幾個人可以控制的演算法去決定 那他們擔心的常常是這個 當然如果這個是在軍事用途上面 這個當然就更危險 所以說它就可以大規模的這個軍隊 但是如果它的這個控制裝備 被一兩個人改了程式 那忽然時間你就看到一堆就是去攻打它的 就是這個小數場就有了 所以說這個它擔心的 其實真的是在automation的這一層 因為大規模的自動化 所以它的控制法又掌握在小數人手上 所以就變得比現在的社會結構 就是你至少在每個部分都還有人類嘛 所以你每個部分都可以發現事情不對 然後就把它停止下來 但後來我們如果太過於想像是機械的判斷 然後自動化程度太高 那麼到最後我們整個人類社會的樣子 就會變成是說 那就是小數人可以決定一切 那之後人類的價值就會變得比較少 因為變成是我們只把有效率的工作當中的價值 那就會變成是 那就是本來我們工具人能做的事情 等於新工具都可以做了 所以這個社會就會陷入價值的自我懷疑裡面了 那這次我去飯店上的分享是說 因為他們很worry這個 就是說因為他們的覺得說西方國家 他們的倫理觀念裡面 最底下的是效益主義的倫理觀念 就是說一個人他的在世界上的worse 他值多少 是他就是在經濟體系 或在他活動裡面有多有效益的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上面才是平洋他樂趣 就是他竟然多少義務收不收法 那virtue就是他的素養好不好 他這個人美德如何呢 其實根本不在經濟學教科書裡面 但是完全沒有寫到的 所以主持人就是Jeffrey Sox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 就是說他覺得經濟學教科書 應該寫上這個東西進去 那到我發言的時候 就是說就是其實我開的經濟學教科書 剛好是我們林泉前院長寫的 那經濟學的心事也 他這邊寫的其實完全是從共融 從prosperity 從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永續發展的 基本價值開始寫 就是素養的價值 然後再往上才是人應該盡得義務 應該是我的法律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再往上才是他的工具理性 所以我覺得台灣這邊的教育 或者更大講一點 就是這樣子的一種思想的一個傳統 他比較能夠抵抗AI的這個時代 因為他比較不會變成是說 AI只要很有效率的出於某件事情 就好像在減損人類的價值 相反我們會覺得說 這是在節省人類的時間 讓我們能夠更 就是花更多時間成為更好的人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面對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教育系統裡面 我們會在 像我們在星課堂裡面 在前山基督建設裡面 在AI開玩計劃裡面 都把一個就是在任何年級的學童 都可以不是只是上一兩個小時的程式的計課 而是把ICT就是自通訊的素養 變成是說電腦就是一個幫他解決 各科生活上等等碰到問題的一個 他可以一起玩的這樣一個東西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像當年這個火焰發明的時候 就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時候 是把我們一些消化功能移到外面去做 另外也是把我們一些不講思索的認識功能 移到外面去做 那這個我們不是說只讓少數人即死啊 什麼去掌握火焰 而是說我們讓大家在從小就認識到說 你可以用來生貨 你可以用來煮東西 那我也有它的危險性 但是就是要在做的過程裡面 去把它融入生活 所以我們把它融入教育的想法 也是說AI它可能會產生出很多消息 這些消息它可能是完全是聊言等等 但是這種媒體素養 怎麼樣透過AI來認識這個環境 透過網路來認識這個環境等等 這個東西我們在課堂裡 都是讓老師跟小孩心情學習的 那我們希望這樣子的情況下 每個小孩都會把AI或衛生設計 看成是就像火焰一樣 是它可以自己掌握的東西 而不是說讓少數人決定的東西 所以這個民主化這個普及化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面對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當然課堂寫得非常理想 實際落實 還是要看世界的各個老師 但是光是我們這樣子想 我覺得就是對整個人類社會 就是蠻有貢獻的一些具體的想法 要不要問說委員創新獨立的作風 在保守政治權 是否有碰到過挫折或是阻礙 怎麼處理 那大家報告 這個我從這個入閣以來 從沒有碰到過人的挫折和阻礙 但是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個人的政治信仰是 現在很流行說我現在做這個工作 但是我個人有別的政治信仰 所以我的政治信仰是這個所謂的安娜情 就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 什麼是無政府主義呢 就是說誰也不對誰發命令 我不相信命令這件事情 那所以跟我一起工作的 目前大概25位同事 大概35位檢新生 大概60人 我可以說我從來沒有採事過任何事情 我也沒有蓋過什麼障礙 每個人的靠基都是自己來 所以就是說我習慣的都是 這種跟完全自願的人 用自願的方式結合 然後去做工作 那所以這是我當時 跟那一群院長在到護學上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他當時 就是我畫了一張新制圖 我再做自己跟他 然後他看了就說 好你就繼續做一次做的事情 所以我拼命有什麼偉大的任務去說 我一定要在這個位置上面完成 相反的我在這個位置上面就是 去確保說 大家更有效的能夠彼此溝通 沒有辦法去學這個的 那另外就是說 確保說 大家自願來找我幫忙的時候 我是所謂公徒的公徒 就是去幫事務體系去解決 解決他們的困難 那就把這個解決方法 分享出來給大家 但是我不會做什麼 我不會去施壓 我不會說 你看現在這個內政部 農委會 這個這麼透明 那為什麼這個國防部啊 外交部啊 不也透明一下 我不會去 我不會去 莫名其妙去給部長 或是給事務關這個壓力 所有來找我的人 都是資源的 那當然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是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才來找我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 我當然是不會碰到錯誠的人出來 因為我自己並不一定要自己 我就是大家想要有什麼 我可以幫忙的 可以協調的 可以讓大家其次廣義的 那我就來做 但是如果還是希望很黑箱的 那本心也不會來找我 所以 這個做法 目前為止沒有碰到任何阻礙 那我是很珍惜啦 就是說很少有 政治 就是政治學上面 很少有內閣成員 能夠保持 無政府主義的 這個傾向 這個除了在 以前這個 上個世紀的西班牙之外 我們還沒有看過類似的情況 所以 這也是政治學上一個 很有趣的案例 那我自己把這整個工作全部都 我包含在院裡面自己開的 自己主持的這些會議 全部都整理成教材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從入閣以來 兩百多次的會議 所有的我主持的 包含有這個來遊說的 這個來訪的 這個各種不同的協調會議 前瞻計畫裡面 我看的部分 凡是我主持的 在擬稿的這個階段 就是在討論的這個階段 政府諮詢公開法說 為了公益有必要得公開支 但是一般人家 不會公開的東西 全部這個每一個字都公開 所以這個是 很多公信系列老師 覺得第一次知道 政府裡面是這樣子在運作 那也是因為這種 徹底的透明 就是跟我一起開會 只要我當主席 我就會把助字稿寄給大家 然後大家有兩個禮拜 十四天的時間 能夠上去去修改 去把那種上了頭條之後 可能會有不太好意思的這種字樣 把它修改成比較溫和的字樣 然後大家開會的時候 有些故事講 其實不會去聽別人 那這個過程裡面會去聽 那所以就會發現說 你有些補充資料 那就可以把網址貼上來 那過兩個禮拜之後 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了 我才把這個東西公開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做出很多的 所謂的政策的履歷 就這個政策它整個形成的過程 就可以彈開在大家眼前 讓大家知道 像我們電競的政策啊 或者是 之前恐怖南方四到岸的這個政策啊 可能要少打一個S 都直接公布在網路上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一次就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電子經濟 它能夠分散在文化部 經濟部 教育部之前 大家三不管的這件事情 忽然永遠三都管的事情 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我們做了哪些協調 工廷會的選手到底講了什麼事情 裡面學業的部分 議政的部分 各個不同的部分 到底是怎麼協調出來的 那這個整個進度 都跟社會各界有報告 那加到好處就是說 從社會角度來看 因為這是電極過才出來的 事務官都很認真 負責非常的專業 然後也不會亂開玩笑 因為那些部分都被拿掉了 那但是從專業事務官的角度來看 我會一直帶網友的意見 我剛帶大家這個在PTT 或者email給我的意見進來 但是呢 我也會把以免人生攻擊的部分 或情緒的部分都拿掉 所以從事務官的角度來看 網友真的是非常專業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結合各界的力量 就是政策就很快就可以做形成 所以凡是交到我手上的 大概都是像這樣子的方式在處理 所以這個做法雖然說是很創新 但是第一個創新的方式 民間社會跟政府中間 各部會之間 跟院長之間溝通的一個橋樑 一個環道 政委本來就不會做自私 這個是政委的 這個位置的一個特性 我們有點像 院長的特拼幕僚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但是你把我放在部長的位置 我還想要完全不想明明 真的就非常令人質疑 一個部長完全不想明明 到底要怎麼管一個部 這都非常困難 但是如果在市長的位置 就是說 我就說明天台北市就解散了 這樣就怪怪的 那就是說 我很難一方面執行我的政治理念 但是一方面又做一個首長的工作 也許再過四、五十年 人類慢慢變成新的物種之後 也許有這個機會 但是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上面 我自己也很難想像 我要怎麼樣同時維持 這樣子一種安納西部政府主義的施政方式 但是一方面又有所謂選民的委託 這兩個其實是非常相衝突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政治學的學歷問題解決之前 我覺得我是絕對不可能出來清選的 因為我也想不出來到底要怎麼弄這一套 那應該是這樣子 有位朋友問說 我家行政院部會常從缺 最喜歡當部長或者助委 所以我也因為我家承擔來分工作 這個就是我面試題目 就是在我勞骨學上 就是跟林軒前院長勞骨學上開始之前 這個當時林軒老師就是問我一個題目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來當政委 雖然是他請我去找人 我最後找不到人 所以我說找不到人 他說拿來分開 但是他說大家為什麼你答應 對不對 你是為了這個是有什麼志向嗎 或者是有什麼社會使命感嗎 或者有什麼報復嗎 為什麼想來聽聽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沒有啦 我是做興趣的 我是對這套實證方法 這套治理方法 到底可以走多遠 走多少 這個東西有興趣 而且是研究上的興趣 就是說我對政治科學 我跟我行政學裡面 這個題目有興趣 所以我真的是做好玩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不會覺得說 我是為國家有所承擔 雖然真的是有所承擔 真的幫忙解決上那麼多題目 但是我不會舉功 所以大家常常看到出來 可以記者會或剪載或什麼這些部分 基本上我只要能閃都會閃 但是像有些像外交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我會寧可把credit給部長 或者是給市長 或者是給甚至相關的一線的公務人員 我覺得他們比較deserve這個 那我去收割這個其實對我沒有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只是我自己個人的這個偏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當政委還不錯 那所以而且政委也沒有固定的任期 所以應該可以當滿久的 那這個是看了什麼 這個要看之後總統的想法 那Angelo想問說 政府的政策會影響企業的成長跟投資 我們對於伊利修有什麼想法的什麼看法 我自己覺得當然伊利修這邊講的一定是老公基準法 老公基準法是從工廠法 我們有幾座的話改過來的 所以說它裡面有很多對於工作的 這就有點像不是非常合身的一件衣服 那所以你要穿的時候 你就要改這邊 改這邊 改這邊 那這些部分當然每一個改動 它都會造成這個社會的動盪 我們當時在聯署案的時候 就是在所謂的就是七天國定假日 還我七天假國定假日 的那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有一次非常 我自己非常珍惜的一個協同合作的一個會議 這就是我們處理過的各種議題 那這個議題就是七天假的協作會議 這個為什麼我那麼珍惜 是因為以我所知這是 目前唯一一次在有直播的這個情況下 這個工逗的朋友 各種不同公育的朋友 商總的朋友 商總的朋友 工總的朋友 我們在一起圍著一個桌子貼墊的一天 找到可行的解法來 那這個事實是我非常珍惜的 因為之後就開始抗爭了 就沒有這個景象了 但是就是說我們在當時 確實也真的對於這個勞動條件裡面 到底我們哪些東西是 不管是勞方還是資方 都不正直的 都覺得我們應該改善的部分 我們是做了一個相當具體的一個判定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把這個新制圖 就是完整的唸出來給各位 這是真的是相當大的一個政策網絡 但是這裡面就是說 不管是基本薪資 然後不管是 就是中高齡的這個業 彈性工時的部分 等等這些部分 其實在很多國家 它是有部分時間工時的一個 專門保障的專訪 那但是因為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的這個部分工時的工作比率 就比所有OECD國家 都平均來講都低很多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去算平均公司的話 當然看起來很高 可是你如果去 只算我們這邊的權值 跟別人的權值 我們沒有特別高 所以我們這個結構 事實上從社會文化觀念來看 是覺得說你如果有一些部分公司的工作 那好像有點大的影功 其實社會文化是並不是非常贊成的 但是它又影響說 那立法院就不會特別去保障這件事情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後面都有非常多的政治結構 那這些政治結構 我們當時也有找出很多 就是具體可以改善的部分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時 賴院長特別去指示勞動部 說在一定就調整完之後 我們要特別針對這些部分 再去研究新的法令規範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總共產法改成勞結法 再這樣子往四五的方向改 實在是改不過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它可能需要一個新的架構去想像 那這個部分就比較多大家共創的這個空間 如果是完全同一步 那你一概影響到所有人的話 這真的是動輒得救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樣 我覺得我們賴院長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會快速面對問題 快速解決問題 然後再去想一個新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之前的政治風向 目前看起來就是我們聚焦在新的 就是比較適合我們目前產業狀況的 新的勞動法令 而不是說好像一直停在就是本來的那個裡面 去往左邊或往右邊改一些 那人類回來工作 其實我覺得人類回來工作 就是人類跟人類之間交流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你的人性的成分越多就越不會被取代 因為AI畢竟沒有像我們一樣的生命理程 所以說每個人這個生命理程它其實是獨一無二的 那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本身有價值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素養本身的這個價值 人跟人之間彼此認識 人跟人之間彼此互相讓大家生活 更多再多次一起找一些題目 繼續解決它 等等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現在有一些不受溫飽的人 他還是花很多力氣去改善社會上的各個層面 他已經不是為了就是自己的溫飽 但是他還是願意去跟社會建立連帶 那這些東西就比較像是人類假設 未來所有能夠自動化的東西都自動化掉之後 會做的工作 但是這個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十二年國教裡面 我們採取所謂素養導向教育 就是我們讓小孩在這十二年裡面 去學到怎麼樣自發的重生學習 怎麼樣去跟人互動 怎麼樣達到價值上面的功耗 但是我們不會說我特別就把你特化成某種工具人 因為在十二年之後那種東西就被取代了 所以就被工具自己取代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技能導向的交流 確實是不是很可惜 但是如果他學這個技能是為了解決他的社會問題 為了得到他的同侪的肯定 為了融入他的社區 那就算這個技能未來會自動化 他這些社會連帶都還在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Master這些自動化能力的高手 但他就不會變成說我的尊嚴 拋掉即刻不算是 Click 營鎖 然後讓他們去處理一下 這個人就是品牌的 要有一個精神 savingها 就有一些精神經濟成的 而是職gal 發展成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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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成的精神の精神的精神的精神 其實我看到一個精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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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它是一個比較需求反應式的一種政策 但是如果大家要問的時候 區域重化、國土規劃 所有這些部分的話 我要很坦白地說 就是這些很多是要等立法院 這些並不是完全行政院自己講的算的 行政院這邊可以做的是 我們在未來像剛剛講到的一些VR的部分 或者是自駕車的部分 或者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地方政府可以幫中央出題 或甚至各位在我們有一個計劃叫亞洲電極西谷 中間那個點我都念成連結 那亞洲電極西谷這個計劃裡面 大家也可以透過產業去讓政府來解體 那我們試著讓就是每一個地方去 它自己的產業連需要政府光芒的部分 這樣子service上來 然後我們去協調就是新的這個發展的計劃 所以我這邊的區域回答就是說 等到我們下個月所有路會關稿的計劃 都上線的時候 那你就在這個來監督這邊去找 不管是找高雄 找屏東 找南台灣 找這些東西 就可以比較看到所有這些重想像計劃裡面 對於這個區域的想像是什麼 而且這裡很重要就是說 如果這個想像跟你想像不一樣 那請一定要留言 然後我們就會請成敗來具體把這個東西 納入卡的關卡程序裡面 那我們目前並沒有覺得說 我們有所有問題的答案 我們會有一些想法 但這些想法是要跟大家一起對話才能夠做到的 那這個越後面政治性越來越高 這跟目前的核電跟核安 缺電跟漲價的這種爭議 排除政治立場 從個人的資訊專業角度 那個 leveraged動 跟漲價的�를找到的 它有一個角度 對於這個問題 那個人介紹的 會不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它就是政府延伺的 那它就是那個不是一個怎麼樣 那這會是你們的 它是自己的 那這會是自己的 它是自己的 公司是個被挖中的 你覺得自己的 那是自己的 各地更關心能源政策的所有民間的社團 有的是返回 有的是永和的等等的這些朋友們 開了無數次的預備會議 這個預備會裡面大家想出來的 講出來的每一個字 就是剛剛講的暗字管考的這個概念 每一個字的都會給一個編號 那這些編號的意見都會變成這個流向 那這個流向才會變成我們的能源政策的一部分 而且裡面的資訊公開就有 如果我們採納這A B C三元的意見 那你就可以試算說接下來的缺電的機率有多少 或者說你需要節電到多少他才能繼續下去等等 那是一個好像全民都可以參與的一個大的互動模型 像模擬程式那樣子的東西 然後大家一起來形成這樣子的一個白皮書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政策系統 所以從我個人的資訊專業角度 我現在很願意做的就是說 把這個東西弄得更有趣 更遊戲化 更容易讓人一下子就看懂 但是到最後到底要怎麼樣決定 我覺得還是要大家一起決定 這個是不是說我用資訊專業就可以幫大家決定的 資訊專業 我們的專業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更省時間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目前實際狀況是什麼 那但是接下來往哪裡走 這個還是要大家彼此之間對話才能夠確定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的真實的印象 能否引入剛剛所展示的區塊連擊就叫災害木患 這個好像也非常有真實性 那我其實之前我們剛開的那個都督客的那個群幕 它其實真的已經可以套用在任何東西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這個災害了 大概它甚至在事後引入這個東西 當作責心機制 當然事前是不可能的事前面會預測到發生徵災 但是我們可以去參考在上面已經發生的 這些區塊的例子 然後去增進大家的責心 然後我覺得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注意 也可以去跟某些人特定的團隊來提一下 那接下來的題目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就只能快問快答我就不念出來了 一個是政府如何留住產業 那但是我自己像剛剛大家看到AI台灣裡面 我們在做的都是引進新的技術 幫產業找到Differentiator 那這個Differentiator它可以是跟社會 解決社會問題的連結 或者是說它是結合兩三種產業 在以前沒有把它結合 讓我們用新的技術就可以結合的 這樣子的做法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講非常多細節 但是我們最近想要做一大堆男人報的網站 像什麼AI.台灣.GOV.TW 或者是Bio.台灣.GOV.TW 對於未來應該5加2裡面的大概每一個吧 都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頁式的網站 去讓全世界的朋友們知道 怎麼樣對接到台灣這邊的新的產業鏈來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 外交上面的一個算是一個新方向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請大家就是多參與 但是我們會覺得說這個真的是要放在國際的脈絡裡面來看 不是說我們自己好像在裡面去照顧好那一群就好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目前再放在每個東西 都會讓其他人能夠去加入 如何用在東西能能像國家 像柬埔寨等等這些地區 我覺得有一個我們做明日亞洲的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我們好像有邀柬埔寨的朋友來 就是幸運小貝宇 就是我們會邀在各國 已經有在做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甚至各國已經在做社會投資的所有這些網路 對嗎?果然有柬埔寨 印尼、越南、泰國、新加坡、紐西蘭等等的這些地方 那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先聽、先看說他們在他們那邊用什麼方式做社會組織 我們介紹我們這邊成功的這一大堆案例 然後我們可能會簽個台中宣言什麼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實質的 就是我們這邊能夠傳播出去的 以及他們能夠介紹出來的這個網路的交流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我去柬埔寨 就是聯合國家推進社會在談的這件事情 所以後面會有一個外交網路 那整個過程 所以這明天亞洲這個活動的整理 大概都會發生在網路上 也會有完成的紀錄 歡迎大家參加 沒有人問我台灣的原景嗎? 然後對我來講 這個台灣的未來就是每年會漲高5公分 那就是雨傘每年會高5公分 因為板塊的擠壓的關係 所以常會有地震 剛剛才有地震 但是這個地震基本上就是 我結果的時候有說 不斷向上仰望行空 就是說這個不管怎麼樣整理 但是我還可以綜合成一個 讓我們從更高的高度去看說 那我裡面還可以往什麼方向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真是很unique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不屬於 不管是澳門的 中國大陸的 或者美國 我也曉得哪一個世界秩序 但是我們又可以在這些世界秩序裡面 去綜合 去做出自己的貢獻 這個就是剛剛下一個問題 就是AI臉台灣只有給TW做講的 已經有朋友講晚安了 請告訴我 我已經超時兩分鐘了 我突然心裡出現了 對 其實我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只是致詞 或者是如果只是剪載的話 那我通常就是預錄一段影片 因為我實在很不喜歡這種到一個地方 卻沒有辦法跟這個地方 沒有很交流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不太有情意 但是任何時候 你只要給我超過一小時左右的時間 尤其我是在台灣我這種巡迴 我兩個月至少會回一次高雄的話 其實我都非常非常願意 用這樣的方式來參加來對話 所以只要給我足夠的時間 我就會出現了 但是如果只是致詞個5分鐘15分鐘後 我一律都是每個禮拜六去預錄 接下來整個禮拜的致詞 一次出禮的話 一開始 然後 接下來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出現在各個地方 然後我們去去去的政策 對於虛擬醫師的題目 這個題目真的非常大 但是我這邊大概有三個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是說我們台灣 確實接下來5G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發展遠距醫療的 一切的硬體上面的一些能力和優勢 所以我們醫療法以及心理師法 對於遠距的修法的方向 這個是已經很確定的 但是就跟剛剛的沙盒的概念一樣 我們不會一下全部都放掉 我們會先用比較小的規模去做一些測試 確保大家都覺得這樣OK 然後慢慢慢慢的去把它放掉 這個是大的方向 那至於就是個資跟資安的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我們在就是 我們的個資法是從超過來了 所以任何人都應該要 所以是可以知道說 你存在的國家這邊 到底存了哪些東西 到底存了哪些資料 這些資料真的可以怎麼樣利用 你怎樣去授權別人 去做什麼利用 那我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其實醫療與健保卡的這個系統 它真的功績力還滿不錯的 然後它跟別的系統 尤其是內層補的身分證的 或在人評判那套系統 我們是完全是實體 是分開簡直 目前也沒有合併的這個打算 所以我想這部分的個資以及因此 它按照個資法第六條 它只要用特種個資的保護 我們會一直使用最重要的 這個等級去看待 它不會像一些其他的系統一樣 好像是你要在方便跟個資中間 要做出一些取捨 在醫療這邊 你是沒有什麼取捨可言 它就是個資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人要去做統計 去做什麼東西 也許它會交出一些演算法 也許是會復活期間之後 把統計資料釋出 但是我們不會去說 大家的個資是要去侵害 為了什麼什麼別的努力 它們不是這樣子的地方 所以尤其是這種個資 這個法官大家是 只要我還在當書位政委 大概應該是蠻可以放心的 好 那所以以上證詞 就去顧客答案了 大概是有值得超市的五分鐘 謝謝大家